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言是来自于本来的传说是 听说有一个建筑物正在倒塌 传到最后竟然变成猫在钢琴上昏倒了 刚开始呢建筑物里头既没有猫也没有钢琴 但传到最后竟然又有了猫又有了钢琴 三亿男事件是这样的翻版吗 还是真的就如柯P所说的 真的柯建民就这样告诉我啊 并不是柯建民所说的那样 到底谁说谎在今天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当然三亿男谜团到现在仍然是 真的是没沙沙搞不清楚 三亿到底捐到哪里去 捐到世伯吗 那么账在哪里呢 捐给了连胜文吗 账又在哪里 再见我们持续的为您抽丝薄茧 好我们刚刚来邀请到 在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跟郭台铭打官司打了应该有十几年了吧 打了几年 到今年是第十年 打了十年官司的资深媒体人张嘉宜 大家好 主持人好 Nonews总编辑康仁俊 阿光大家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阿光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阿光你好大家好 郭成亮 你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彤仲彦 阿光好大家好 好在今天是柯P第一次上议会被巡 但是所有的焦点都在 到底三亿男怎么回事呢 市长您在法庭上说 柯建民说人家是支持连 他出了三亿现在不想换人 请问市长当初柯建民跟您讲的原文是这样吗 上下文是这样吗 还是说你是简化的说法 我跟你讲 柯建民讲话都没有人听得懂 你知道吗 我都不敢跟他透过电话联络 所以是在面对面的时候讲的 对啊 一般一公围就算你跟他面对面 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不过原文就是那样 所以原文他说人家是支持连 他出了三亿现在不想换人 但是柯建民的说法是说 郭台铭甚至捐三亿给台北市政府 郝龙斌市长设立上海 市博台北馆 所以柯建民说他有跟你这样讲 现在就是问题是柯建民到底有没有告诉市长说 这三亿元是捐给上海市博台北馆 有没有说 他到前天才讲 到前天才讲 所以当初在面对面时 柯建民亲自只跟你讲说 人家支持连出了三亿 完全没有讲是捐给上海市 你不要问这么尖锐的题目 这个不会很尖锐 这个是大家都很关心 柯姐 昨天那一场双柯交火秀很精彩了 今天你发了很多篇文说是柯建民说谎 你为什么认为是柯建民说谎 因为我的好朋友吴子佳跟我说柯建民说谎 因为判断这个状况 你知道吗 因为吴子佳说他说谎 你就认为他说谎 因为吴子佳跟他是长期好朋友 长期观察他 他叫我引述他的话 那我在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因为我对于柯建民这四次发言 也就是他接受你访问之前 接受另外一家 然后他私下的时候12月1号 他12月1号跟我说这件事 但是我没有报道 1月14号接受访问 然后2月又接受你的访问 昨天是在法院出庭是第四次 对不对 他四天的版本都一样 那今天最新的一个发展 就最有意思的是因为 下午在市议会的时候 高嘉瑜就问他说 你在出庭前一天 是不是有跟柯建民见面 那你知道吗 我其实在昨天就听说 在前一天 柯建民有跟柯文哲见面 而柯建民还打电话 给一个廉政委员会的一个名嘴 跟他说 我跟柯文哲在出庭前一天见面 我们瞧好了 那后来呢 那高嘉瑜就用了这个 廉政委员会的话的委员 叫徐清皇的话去问 不是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见面呢 就是柯建民打电话 他还要招告天下 去告诉天下人 所以柯建民也告诉天下人啊 在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据说他在民进党的党团 也都放言说 这个是四伯馆啊 怎样的这个三议员啊 那我不愿意去说 他们之间在干嘛 但是四月十三号 柯文哲要出庭 四月十二号 柯建民找柯文哲见面 然后柯文哲答复咨询的时候是说 后来我问了林鹤明怎么一回事 林鹤明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林鹤明说 柯市长说 在四月十二号 柯建民找他的时候 柯建民跟他说 叫他说是四伯馆的三议员捐款 而柯文哲说 他是第一次在那一天 柯建民才跟他说到四伯馆的三议员的捐款 那显然柯建民想要希望柯文哲在昨天出庭的时候 按照他的版本说是四伯馆的三议员 四月十二号 柯文哲跟柯建民有见面 请你们这几个人来评论一下 我大胆的这个估计是柯建民要找柯文哲两个人来串讨 第二天出庭要讲什么的 因为呢 徐清皇说 柯建民跟他说 我已经跟柯文哲讲好了 各有各的说法 然后最后就可以解套 那结果呢 柯文哲今天议员咨询他 他必须讲实话 他说 我是第一次12号才听说那个什么四伯馆的问题啊 但是呢 我就照实话讲啊 那柯文哲的意思是说 我以前讲的这个版本是我相信的版本啊 那你今天来12号来跟我串 讲这个四伯馆 那我没听到啊 所以他第二天 还是照他原来的版本讲 还是照他原来版本讲 那他也是真的很挺我啦 柯P 柯P 柯P如果现在改口 他昨天就是做伪证了 他怎么改口 不是 对啊 我的意思就说 我的意思就说 我跟你讲 我今天因为比较轻松的这个频道跟节目嘛 这个他今天穿裙子那么短啊 我还真想穿短裙出来 我躺着也中枪 我还想穿短裙出来 我的意思是说 我真的很冤枉 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说 那死郭正亮那天早上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 什么啊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啦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啦 我都会有中枪 1月15号你跟我一起在我的节目上 然后我们看到自由时报说 前一天呢 柯P接受另外一家节目访问嘛 这个保洁访问说 他有那个三亿的这个给对手要换人 我们俩还在讨论是谁 你还猜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有跟你讲是谁 对不对 因为柯P跟我讲过嘛 那可是我们都没有在节目说呀 因为我们不敢说我就叫我的助理去查证啊 我的这个学妹嘛 在这个市府里面的高层 结果我的学妹就打电话跟我证实 但那时候郭正亮已经走了 已经下节目了嘛 然后证实了之后 我才在那边很兴奋的说 哦 查证到了 对 果然这是双重查证啊 所以柯P说的呢 那个人就叫郭台铭 我没有其他的用意啊 所以我在每一条电子报说 是不是你啊 郭台铭也没幽默感 那是不是你就出来说是啊 不是你就说 可可姐你说错了 结果他非告我不可 然后还告得那么凶 所以我才活大了 我现在回过台说 事实上 柯P只要出庭 昨天作证就行了 但是没想到 柯建民有一个版本 我给你讲哈 自从他到了你之后 柯建民有个串动版本吧 我就确定啊 郭台铭绝对不敢出来选举 因为之前有人传过 说哎 郭台铭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企图 他不敢因为你知道 有过你之后出来选 能不能好下场 北决你自己那天访问那个 柯文哲 柯P的时候 你不是个访问完以后 打个电话给我 我那天就要去看那个麻西团了 连我也讲出来 你还打电话跟我说 柯姐柯姐 你解到了 你记不记得 因为我那天访柯P的时候 柯P虽然遮遮掩掩掩掩掩 那他事实上讲的就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可以再作证的话 那友台访问 因为他有四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私下 跟我在电台 是 广告期间的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他讲的就是这个版本 第二天他这个后来第一次 他1月14号在友台的版本 跟你的版本 跟昨天作证版本 都同样啊 好但是柯姐说真的 柯P一路走来 始终如意不等于 他没有说谎 搞不好他一开始 就立定主意 决定要够倒菜 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 就如同柯建民所说的 他有亚斯伯格症 所以他经常跳痛 所以中间这一段落掉了 那一段又落掉了 都一都变成 都出了这个单以南的版本 可是亚斯伯格症的人 是诚实的啊 是不会说谎的啊 这个不是 除非他认知错误 对我的意思说 因为柯建民 说话的甘露人嘛 柯建民自己讲话 也不清楚啦 对不对 然后柯P呢 你的头儿 他昨天记得会讲的话 挺清楚的 你清清楚楚 这个是下海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 假设各种情况 我不是说柯P一定说 我说柯P 柯P 因为这个是亚斯伯格症 这个是甘露人 两个做的说话 柯P就真的落高当 落高塞 到这会儿 就变成他的版本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你说台技 我也说台技啦 好啦 你说台技啦 我跟他说 我今天 柯建民有通电话吗 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 你靠好柯建民 你要从头到头都讲台语 你讲台语很好笑 我靠好柯建民啦 他既然接我电话 说柯委员啦 你怎么会这样啦 你到底是什么事 要说清楚 他说 我们两个老朋友了嘛 我跟你说嘛 我会出庭作证啦 我会替你作证 我说谁啊 你出庭作证 你不是你伪证 就柯文哲伪证啦 不是这样啦 他又开始讲 盘古开天 开始讲 他昨天记者会那一套 可是他今天说 他今天说 他今天说 我问他说 那个三亿四伯馆捐款 是你说的 还是郭台铭说的 今天你说 不是柯文 郭台铭说的啦 是他说的啦 那你说成他 你是怎么说的 嘿各位 请你们洗洗耳朵 我跟那个柯P很熟啊 他竞选的时候 每一天十点结束之后 都会找我来聊天啦 一聊聊半小时啦 每天啊 对啦 差不多啦 都会聊 我就会告诉他 政治上的 因为他老鸟嘛 然后呢 三十分钟啊 一下讲这个 一下讲那个 半小时啦 那有没有讲到 三亿呢 他其实在讲国语 他以为他讲台湾狗语 就是台语 台湾狗语 台湾狗语 还是狗语啦 你也没要说啦 他说啊 我说我是老朋友啦 怎样怎样 他讲半天 你也不知道 他说啥啦 那我说你到底 有没有讲说 要捐给他的对手啦 这个要换人呢 他又在门扯 哎呀 我就跟你说嘛 有那个上海 什么是博管啊 等等 他就跟你呼半天 结束了之后 后来关键 这个主持人就问他 那到底你又没有说 人家是因为 捐了现在的对手 因为不合理的地方是 世国管是2008 跟2010年的事嘛 那你怎么会 2014年提到了呢 哦 这个要命 致命的问题 阿柯委员就给他挂电话了 就挂掉了 就是你为什么会在2014年 去提那个6年前的往事 那我有一个 很聪明的律师啦 今天这个很聪明的律师 是我的好朋友 红粉知己律师 嘿 嘿 那个 我是他红粉知己的律师 我今天问他 他说 他觉得 柯建平的讲话 真的很不合理 法官应该也听得出来 那我说 那他如果来跟我出庭的话 那不是我倒霉吗 我现在问你 不过你就要求策谎 你就要求策谎 两个人都策谎 柯建平来 那他们说 你就重建对话 然后有不动的地方再说嘛 那没想到最新发展就是 柯P说 有啦 我前一天有跟柯建平见面 柯建平跟我讲四伯管 我是第一次听到 你知道我意思吗 懂 他说他4月12号第一次听到 所以他4月13号出庭作证 还是讲前面版本 那林鹤明说 我们市长是不会说谎 只讲诚实话 然后呢 制作单位在那个时候 另一个节目制作单位 要打电话问柯建平 柯建平说 柯文哲很早就知道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还是罗生门啦 我只关心我要不要赔钱啦 应该不会吧 你不会赔钱 因为你已经善尽查证之一 但是我们要讲清楚 但是但是我告诉你 善尽查证之一 不等于 张嘉宇说 张嘉宇说 郭台铭的律师很厉害的 他搞不好就会在那边 GY 说你要过失 也因为 所以 也因为郭台铭 就紧紧紧的啦 我们还进广告 也因为郭台铭的律师很厉害 我们今天要讲郭台铭 简直吓死了 你知道吗 这个录影之前 不断的打电话 到他们公司的公关 他说我们今天要讲郭台铭 请你们回应一下 请你们跟我一个说法 哎呦 真的怕他给我们告呢 而且现在持续在打电话 给柯建铭 我们等会电话 接通了之后 我们来听听柯建铭 那个 柯委员 觉得 还没有 不能回答的问题 到底他准备怎么回答 为什么会在2014年 去提6年前的事情 用这件事情来拒绝柯P呢 很不合理 不过 刚刚其实柯博姐 谈到了一个重点 郭台铭没什么幽默感 他干嘛动不动去告人呢 他真的是上穷必落 下皇权啊 从海内外 从台湾告到大陆 从大陆告到美国 从美国告到英国啊 应该是说 我觉得 郭台铭的这个心态 基本上是科技的老板 他们的做法 通常 最有名的就是两个人 一个郭台铭 另外一个曹新成 他们的做法 基本上就是认为 记者 你如果写东西 你不跟我查证 你写东西 的话 我就用告的方式 让你呢 尽量去闭嘴 好 那这个最有名的 叫他来接受谎 他也不理你啊 好 那我们先讲 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嘛 2004年的时候 他告那时候 《光当时报》的 这个记者 邝文琪 那我们看一下 邝文琪 写的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讲什么呢 他就在讲说 Intel出了一个新的 这个CPU 然后那这个主机板呢 这个主机板业者呢 配合这个新的CPU 他们要用一个新的连接器 那这个新的连接器呢 鸿海报价一颗七块钱 七块钱 好 那很贵 那所以鸿海可以赚到钱 前面可以赚一点钱 后面的话 大家会不会继续用这个东西 不知道 欧斯给你一下好不好 因为我觉得 柯剑不会再接你的电话了 所以你用我的电话打打开 好好好 太好了 来来 用我的电话 我们两个电话是一样的 你继续讲客户问题 因为我在想说 他不会接客户问题的电话 因为他今天 还被他摆了一道嘛 对不对 是用我的电话打 来 邝文琦 好 邝文琦现在是我的同事 好不好 那邝文琦2004年那时候 他在《广场时报》 他写的那篇文章 他只是写一个 主机版业者 讲了一个市场的一个消息 结果就被告 他被告 那他是创了 我觉得是 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例 就是 鸿海不只告他 而且是直接假扣押他的财产 而且申请就是三千万 然后那 三千万 然后扣押他的财产 然后而且是怎么样 不只扣押他的财产 完了以后是直接扣他薪水 所以他的薪水就直接被 扣到鸿海 就假扣押去了 是 好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大概 邝文琦 请假了三个月 然后他那时候去美国 大概短期进修 然后让这件事情沉淀一下 后来这件事情 被记者协会知道以后 在2004年的 大概11月开始 记者协会 开始升高这件事情 他们认为这个是不合理的 那邝文琦本身也认为 这个是不合理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今天记者的任何一个报导 你有怀疑你公司你要为了要封杀他 不让他再写 你就直接扣押他财产 各位 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今天用的钱是谁钱 是所有投资大众的钱 他拿投资大众的钱来 潜质媒体的言论 那这件事情 记者协会认为是不合理的 那我想作为记者 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不合理 那2004年于是记者协会升高 说发动万人连署 然后我们要去国际记者协会告你 然后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说 鸿海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签字言论 最后鸿海就跟观众时报就说 鸿海明就去拜访观众时报 说我们这是误会一场 最后把这个诉讼撤销了 但是他搞到框文琦 没有投资 没有其他用 我们马上请他 我们本开马上请他 然后婚期延期 对不对 据说结婚还延期了 房子被扣押了 惨得不得了 那是第一个案例 我相信任何一个媒体工作的 当你被你的房子被查封 你的薪水被查扣的时候 你一定会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安全的威胁 那你怎么知道 接下来他什么动作 更何况 你去看框文琦那整篇文章 他没有以后 大家所讲的那件案例 他没有讲说 他有什么政治的问题 他也没有讲到 他跟任何女星的问题 他也没有讲到 他任何的隐私的问题 他完全讲的是 一件公司的业务 就是他没有像张嘉宜 那么可恶啊 对不对 把他什么外遇啊 什么逃税啊 我的意义说 他没有去扯到 个人的私得的这个问题 他完全是讲 公司的一个隐喻 他就给他这样弄 好 两年之后 但是张嘉宜讲的 可能是错误的 我不讲这句我就完了 但是我想 框文琦那是第一个案例 两年之后 他马上就告了 中国的第一财经的那个记者 他写我申请扣押是什么 人民币三千万 一模一样的 这样的干法 不好意思 因为我有去找那个中国记者 我有去找过 他跟他求偿三千万人民币 你的手机也没效 而且我跟你讲 在这个案子里面 第一财经的这个案子里面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 郭台铭在告下去之后呢 而且他是怎么做 你知道吗 他先去找他们的高层去跟 就是公司高层去跟那个记者讲说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写吧 我们就去解释一下 然后记者以为没事了 你知道吗 隔天收到法院扣押令 你知道吗 他已经告你了 他还去跟你哈拉 哈拉完很可能是收证 然后他就告你 告完了以后你知道 中国媒体第一次发现说 哇塞台湾人 我嫌你血汗工厂你赚很多钱 结果你就来告我 而且那个同一个时间 是英国的报纸也在写 所以他们就把中国媒体 就把英国媒体全部拉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对着郭台铭肉 最后两个月之后郭台铭也撤告 他本来要求说赔偿一块钱 最后他也是撤告 为什么 因为他一发现 这整件事情升高之后 他觉得他受不了那个反作用力 好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从这两件案例 你已经证明一件事 就是你告媒体 用告媒体这样的方法 绝对最后是不值得 好但是告媒体这件事 人家他有告赢 比如说张家宜 对不对 恐吓案你坐牢了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 张家宜是有罪的 他告了时报周刊 说刘嘉玲很削郭台铭一亿 这件事他也告了 说刘嘉玲怎么样灌他美酒 美酒灌霸王 美酒灌霸王 然后我跟你讲 时报周刊那个文章也写得很妙 时报文章 我觉得时报周刊是有点想要写 就是写八卦 就是说郭台铭酒量不好 还跟人家喝酒 结果被刘嘉玲海削了一亿现金 结果最后搞了半天 说爆料 那来源是什么 是一个爆料者 那这个爆料者呢 在文章那写起来还说说 我觉得郭台铭最近的形象 被媒体诬陷了不得了 其实郭台铭根本不会喝酒 他酒量不好 所以他是被这些女性害的 你知道吗 他那个文章的整个写法 就好像说 郭台铭被人家干洗了 你知道吗 那写完了之后 郭台铭当然很生气 第一个 居然说他酒量不好 对不对 然后还不生酒力 还被女性干洗 还直接拿给现金一亿 最后这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18岁后来 这个文章没查证 有了 他有查证了 对 他没有查证是什么 就是他里面所有写的这些现象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金一亿 现金一亿多少钱 多大 你怎么直接拿给他现金一亿 这牵扯到洗钱防治法 这等等这些问题 对不对 所以 他有查证 我不好意思 据说 他说我的消息来源是王世坚 然后王世坚就说 不是 我是听张伟基说的 对不对 所以他有查证 消息来源 时报周刊查证的人在这里 好 最后张伟基的那个爆料的内容 结果最后 后来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所以后来时报周刊也道歉了 也败诉了 所以当然他告媒体有输有赢 但告媒体造成整个媒体圈 筋若寒蝉 这是一个普遍的效应 大家惊得要死 我们今天讲郭台铭真的吓死了 我不怕 因为我是那个小钢铁做的小蚂蚁 小蚂蚁会被踩死 钢做的小蚂蚁会被踩死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后座力来人 因为告了上海第一财经这件事 哇不得了 那个整个中国大陆的媒体的反扑力量 真的让郭台铭吃不完兜就走 这个当然是有一个连锁的效应 因为比如说像台湾的记者 其实要入行还蛮容易 你不一定要这个相关科技 现在你很多都可以进来 可是大陆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你要进记者这一行 要嘛你就是私生关系 阿姆的学长学弟 阿姆的学长学妹 学弟学妹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一个体系的 结果我想刚刚阿忠哥讲得很清楚 你这样子 因为人家只写说你深圳那个时候 假如说你的这个劳工 有超时工作的问题 你就是要告 三千万人民币折合台币是一亿多 你知道一亿两千 一亿多的这样子 一亿两千万 一亿多 人君哥我来补充一句 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件经典的句话 他讲说 鸿海的员工 干得比驴肋 吃得比猪叉 起得比鸡草 下班比小姐碗 装得比孙子乖 看上去比谁都好 五年后比谁都老 你知道听说是这句话 让郭总 等一下等一下 你可不可以再念 我觉得很经典 来我们不要开框来 我们朱继中你再讲一次 好去说 就是有一句顺口溜 他这整个文章写说 鸿海的 故事康的员工 干得比驴肋 吃得比猪叉 起得比鸡草 下班比小姐要碗 酒店小姐碗 装得比孙子乖 看上去比谁都好 五年后比谁都老 你知道那整篇文章在讲什么 他在讲说 有13个 我这样子告他 有13个这个年轻的员工 罹患这个白血症 其中五个死亡 然后而且呢 就开始调查 因为这是国外媒体写的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 ipod刚刚开始在卖 是不是英国每日邮报写了 英国每日邮报写了 对 然后那时候ipod刚开始大卖 全球风行 然后那个时候 他英国人就质疑说 中国的员工只拿2%的获利 只有整个 苹果赚走大部分 红海赚10% 然后那个员工被2% 然后员工又得了血癌 所以这个血汉工厂就在第一财经的这篇文章被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 从此大家就把红海扣上血汉工厂这样的一个帽子 那红海 他就用告的方式来要来止息这场纷争 结果是把事情越搞越大 好 证明本节目真的平衡报道 因为你昨天说 郭台铭胆小如鼠 不敢告中国的记者 他告了 而且求少1 2千万 我讲说中国是讲最近的中央电视台 那是大型的这个电视台 但是他真的有告中国的记者 他告我也知道第一财经那些问题 他后来也策告了嘛 所以他后来越告就越手软 你知道以前还是几千万 这次才告我一千万 我有点不爽啊 我还跟他说 你不要激他好不好 你现在在激他吗 谁怕你郭台铭啊 我今天还是要继续说 郭台铭先生 你不要以为所有政治人物 或是所有媒体人 都可以用你的霸气 有钱人去踩在脚下 柯文哲不是这样的人 柯文哲跟柯建民不一样 好了 我们让你去讲一下 他跟其他人都一样胆小 那个后座力啦 来后座力 因为他不怕死 所以无所谓 你们其他被告 我都去帮你们一起出庭坐牢 因为当然大陆的媒体记者 他们其实还比较团结 所以你这个事件 后来记得2010年 那个时候 那个富士康的深圳厂 不是一直有人跳楼吗 是 那逼到就是郭台铭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这边报 大陆那边其实很多人 抓到机会了 对不对 当然 你知道搞到最后是郭台铭 开放厂区 200多家媒体进去拍 你知道吗 可是说实话 那时候郭台铭 他后来在股东会上面 他有提到这件事 他认为什么 他认为说 感觉上好像这个问题 都是台湾媒体 不断的炒作 不断的炒作 搞到人家就是这样子 就逼着人家 他用一个名词 你知道吗 本来郭台铭经常认为 他受的伤害都是媒体害的 不是 他比较认为是台湾媒体 你知道吗 那可是大家就觉得说 奇怪 因为台湾的媒体 基本上大陆内地也看不见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其实包含大陆的媒体 其实一直在报道这件事情 所以你说他后来 他对于媒体的态度 其实他确实是用告 他在商场上也是这样 你记得那个比亚迪的那个事件 比亚迪的那个事件里面讲 因为比亚迪去挖他的手机团队嘛 他就认为就说 你这样剽窃我智慧财产权权权 那很简单我就告 可是比亚迪的老板 也不是简单的人物 他那个董事长叫王传福嘛 本身是广东省人大的代表 他做的那些产业 什么汽车新能源 电子那些东西 也是人家重点要扶持的东西 结果他这一告他残送很久 你知道他也没有获利 为什么 因为后来孙政厂那边 人家动不动来给你查一下 劳动检查 查税 查公安 查消防 那后来因为你看 这个事件因为他是讲说 这个智慧财产权权的问题 那据说动用到了连赞 因为连赞后来当时去见那个 胡锦涛的时候 就见胡锦涛的时候 有特别提出来讲说 哎呀我们那个智慧财产权权的问题 其实应该要注意 不然台商生存很不容易 当时就大家讲说 所以他还拜托连赞去帮他说像 对啊 所以他中间说 你说他像这一次的事件里面 你看这个郭台铭 他们也都很不避讳 我就是挺连赞文 我就是挺连赞 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好避讳出来的 那如果连赞都去帮他说像 那你说连赞文选举 他只出力 这个合常理吗 不就不合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不是也说了吗 对不对 哎呀这个 这个郭台铭他这个财大气出那样子 很多人真的是写稿子的时候是确实非常小心了 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当时我们台湾的媒体 一味的在那里迷醉于金钱跟权贵 可是去年11月29号的选举的结果不一样了吗 这个不一样的结果就代表对于这种靠特权起家 我跟你讲他就是个红领杀人 这些我都知道我只问一件事 你会告郭台铭诬告罪吗 会 你会告他 我要告他行事 你什么时候去告他 因为他告我行事嘛 那次我还要第二次行事出庭 我要告他行事 而且是自诉 然后请他出庭 所以你会告他诬告罪 那如果他对你撤告呢 不接受 不接受 无所谓啊 反正赔就赔嘛 那外面传说你曾经透过关系要去跟他和解 他们要跟我和解拜托啊 是谁说的 外面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外面的人就是 你看外面的人多丢人啊 到现在还替有钱人在那里这个漂白说话 在这个第一时间的时候 法官跟我说要请柯文哲跟柯建民做证人 那那一天刚好美丽导电子报的尾牙 所以我碰到柯市长柯文哲 我就说 他第一次他一看到我就说 那天正亮也在 正亮老在呢 我们两个清清白白 没有什么其他关系 只说手脚都老在一起 那你这你没注意到 他一坐下来 因为我坐他旁边 都安排坐他旁边嘛 那晚上要伺候他吃饭啊 然后呢 还开玩笑了 那个 然后他就坐下就跟我说 哎 那法官要从我做证人呢 我说 哦 他说 我说 那怎样你就去啊 他说 哎我好忙啊 因为13号要咨询 他说 我说 我说 我说叫柯建民先去的 我说不要了 你一定要去的 他说好 就这样 然后之后呢 我就跟他的书记官就跟我约时间 约13号 然后书记官也跟他办公室约时间 我就跟他办公室讲说 这件事情 这个是我要求的 然后请这个柯市长来出庭 其实他们下面小朋友都有点怕 你知道吗 他小朋友都觉得不敢跟他讲 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 我写了一个简讯给他 谁跟LINE给他 我就写说 柯市长 这件事情 我是要求你出庭 为我作证 我的报道 我告诉你 不是我来烦你 是因为那个郭台平 那个老头来烦我 所以呢 我才请你作证 我真的不骗你 我买是这样写的 他就 哦 那个 他的助理就回我说 市长要挺你 因为要挺这个事实 所以他会出庭 所以显然这件事还会持续的延烧 特别是 双科隔空交火 很多人说是 柯建民打了柯P的脸 他们过去不是好朋友吗 在今天呢 有人问柯P说 昨天柯建民说 你们两个是 很好而且很久的朋友 他说有吗 你们说我伤好朋友 他是我好朋友吗 好像 他没有认为 柯建民是他的好朋友 他们两个翻脸了 也没有啦 因为这件事情 如果柯建民 承认来源 是 郭台平就轮到告柯建民 所以他没告诉 柯建民讲那个法 然后又推到柯P这边 郭正亮 你是正式小白兔吗 郭台平会告柯建民吗 郭台平告柯建民的可能性 远远高于 郭台平告柯P啦 所以当然是推到柯P最安全嘛 那我可能告柯建民 他们两个不是好到要死 我 他们两个 学长 那新竹市市场蛮小的啦 对 所以新竹高中也蛮团结的啦 说实在 柯P本来也没有从政嘛 是 那他长期就会去注意说 对一个是 我们身处死的厚人 那柯建民 是他崇拜的人之一啦 因为他也是白色的力量 因为他还没有从政之前嘛 他也是医生医嘛 而且柯建民坦白讲 早期形象也蛮好的啦 早期 那科技基本法是他炒你的啊 早期形象蛮好的 早期形象是吗 早期形象不怎么好 早期就不同功能了 都功能做了调整 功能做了调整 这只要说话 不跟你说 柯P市长跟柯建民好 你可以看到包括 譬如说 他一直 柯建民他拱那个柯P回去选新竹市长 你跟我看这个画面好不好 等我们再讲新竹市长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 看来感情真的是不错的 你看 反核的吧 反核的时候 哦 反核的时候 站在一起哦 这个都已经柯P比较明显介入政治了啦 譬如说 他做阿兵的一生 那个时候最棒阿扁门的也是柯建民啊 所以 他们两个关系重叠非常的多啦 会不会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当时已枉然啦 完全不会啦 不会啊 我也常跟柯建民吵戒啊 后面还是变成好朋友啊 这个不自已啊 其实今天柯P在议会上有说 说他前一天有跟柯建民进一面 就要出庭的前一天有跟柯建民见面 所以 他也知道柯建民要这样说就好了 所以 他今天在议会里面有证实 所以 您想我还可以证实一件事 其实在4月2号的时候 柯文哲要出庭的这个消息 就已经 这个柯建民知道了 柯文哲是说 是说这个周遇寇 当时他选举的一路也对他相庭嘛 这个事情 真的为柯建民那样听来 他出庭的 目的是希望说 郭台铭可以对周遇寇 策告 他原始的想法 就是这样而已 就说结果了 郭台铭怎么办那样就好了 咱们扶到其实因出庭的前一天有见面 今天在 理会上头的时候 柯文哲也说了 他说因为 这个我们也知道柯建民 说话都好像 缠一根去楼楼两个 他说他听不清楚 但是原文就是说 有把这个钱给对手就知道了 对手到底对手跟什么情形 那都不知道了 好 老阿董 你待会再说 你的高情还有一段很重要 是 就是柯P事实上竟然选 要跟民进党做整合民调 老板 那个时候卡的最厉害就是新潮流 那个时候党主席是苏贞昌 苏贞昌个人的态度很重要 因为那时候想到极极柯P的 说实在 除了谢系之外 就是谢阳廷本人 就是柯建民 谁能够去影响苏贞昌 当然不是谢阳廷 一定是柯建民 所以其实 柯建民开始去影响苏贞昌 所以柯建民是柯P从政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手 而且帮他处理了苏贞昌的态度 所以苏贞昌就没有完全一面倒向新潮流 不然他也比较偏朱古古力熊 一开始 对 结果那个时候 才因为这样 所以柯建民才帮他排去见 民进党各路的头人 事实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渊源 柯建民真的帮了他大忙 所以昨天大家都以为他们两个已经好有反目 其实没可能 不会啦 不会啦 不至于啦 而且那个刚刚刚 刚刚阿董讲那个也是对的啊 柯建民这个人也不会突然刺你一刀啦 对 他要做什么也要事先跟你说 对 所以柯建民过 过台湾这打 柯P过过过这打 不是这样吗 没有 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柯建民过过台湾一打 他求自保啦 因为如果是司法责任到他那边的 就变得有很多 所以不过有人说 看虚的人是傻的你知道吗 就是拨虚的人是笑的 看虚的人是傻的 搞半天他们两个是在演艺出戏嘛 问题是柯果就是受害者啊 柯果很衰啊 柯果解套了啦 昨天 没有错 因为可是重点是柯文哲 柯P 柯P市长去当证人耶 你去全世界哪里看到这一幕啊 所以柯果找我们这感动 要靠一点 哎呦 头套抱你啦 当初三季的时候 柯果解套了很多嘛 是没有错啦 所以混居也就是说 其实他们两个并不是互相打脸啊 不是 他们两个可能早就套好招了 但是三亿到底到哪儿去了 还是事情的重点吗 我管他们两个到底会不会反目成熟 还是引导的事情 对老百姓而言 三亿到底是给了世博 还是给了连圣文很重要吗 同时三亿就算给了世博 也不等于 没有另外一笔三亿给连圣文 那是两条事情耶 照理说 以郭台铭的口袋比裤管长的这种实力啊 要几个三亿没有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是两回事不要混淆在一起 所以我们先来讨论 三亿到底有没有给世博 到底有没有 事实上哦 那个阿冠这就是案外案 我们就说哦 这个问的我们家家有没有人乱说啦 所以我今天也是放柯比说 我为政不再多元 以后不要再 要谨言慎行就对 那这一件案子意外的 你今天拿本机出来 本机你拿本机来 我今天是好意跟柯市长讲 因为我看蓝营今天要大行赐后柯文哲 所以我看的蛮难过 我是跟我们议会同仁解释说 柯比市府成立不到四个月 就像成长中的小孩 小孩如果做不对 我们手心打几下就好 不要全打脚踢就对 要不然伤齐筋骨啦 会阻碍他的发育 这一件事好意跟柯比说 就是我们要谨言慎行就对 不可以说做没有一桶锡啦 说到整桶锡啦 所以我有一套这个 桶锡跟本机送给他 他放在他的市长室后 他的市长室很简陋 就实时提醒他 他还有点头接受 今天柯比说实话 不但是对我们这 来来来来 说三亿 我来说三亿 这三亿为什么是案外案你知道吗 大家注意看 那个讲出来的这个 柯建明讲的这一个 四伯台北馆的这个事情 如果是三亿没有错的话 那么当时是三创园区 在招标的时候 大家注意三创园区不是价格标 是最有利标 什么是最有利标 就是由市长指定签选 有17个评选委员 这17个评选委员去评选 所有来的标商 那么评选的结果17位 一致都评选红海市第一名 而当时这个标事后 我们看起来 红海不但是同行的 在竞标里面的 它的经验是最欠缺的 而且标的这个条件 对我们台北市政府 对市民最不利 一个最有利标 就因为它占助了一个 世贸台北馆 变成对我们市府 最不利的标 好来 我想 这个指控非常严厉 时间 这个画面是当时的 世贸台北馆在开幕的时候 观众朋友 你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 在2010年的5月 那你刚谈到三亿 如果是三创的敲门砖 它的时间点必然有它的因果关系 所以到底它的时间点 有没有巧合 有没有因果关系 对 这个时间点不能说巧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三亿 在世贸台北馆 我们大家看了一下说 如果你是捐给市政府 你也不能用这样子 即便这个是奉给公的 可是我们损失多少 我们损失更多 大家不要忘了 三创郭台铭给的权利金 只有十亿 那我如果举 阿关 我如果举同样 同样有价值的土地 我举台北城市绿丘 在世贸二馆旁边 台北城市绿丘 大概是这一块土地的两倍 如果说商业价值 在世贸的价值 是这个地方的两倍 那就四倍对不对 可是台北绿丘 它的权利金是240亿 你照这样子推估 这一块郭台铭这一块三创 它的权利金应该要58亿 也就是说 如果台北城市绿丘 南山人寿那个价格是对的 那么三创这个就严重的 少了40亿的权利金 那如果说郭台铭给的这个10亿的权利金 才是对的 那能到人家台北城市绿丘是冤大头吗 这是第一点 而且他的租金其低 他的租金只有到每一坪不到50块钱 有这样子的好事情吗 然后大家看 等一下 但是这里头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三创是一个弊案 不等于这个弊案跟那个三亿的世博馆 有因果观 是不是因为他捐了三亿 所以有了三创 这个时间点很多人说 其实距离蛮远的 刚好抠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 郭台铭承诺要负责上海世博台北馆规划 设计新建以及营运 捐三亿 时间点是在2008年的5月份 但是他拿到优先议约权的时间 是在2010年4月 在5月份台北馆开幕 他真的会放那么长的线去钓鱼吗 郭文 你知道 你知道三创开会几世标吗 几年呢 三创这个案子从2008年就开始了 然后2010年 那个刚好就跟台北馆 世博台北馆就是重叠 而且这三亿元 我现在有举出两点疑点 就是第一点 到底是不是花了三亿元 给我们台北市政府 其实当时鸿海有正式 鸿海的教育基金会 有正式跟台北市政府签了一个约 这个约里面 这张是第一张 那里面大概有八张的内容 我把它仔细看过 这里面就是界定 甲方 我们市政府跟乙方 鸿海 全力 义务 这一些规划 可是通通没有提到兴建费 金额 里面包括多少展品 那这个馆是花多少钱 一个字都没提到 然后 今天好龙斌还发了一个声明 好龙斌今天说 这个针对柯P 柯建民 四伯这个馆 他发了一个声明说 台北市政府 他说我们确实 接受了鸿海捐赠的这个馆 他没有提到三亿 但是他说台北市政府 他说我们真的接受人家捐赠 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市政府 这个四伯台北馆 我们没花半毛钱 他说我们没有编列任何预算 在这里面 连续强调了两句 但是我今天却把预算找出来 在六年前 民国98年编列了 民国99年的预算 六年前 他就编了 参与上海四伯这个活动 六千万 就六千万的预算 要来执行上海四伯 那我现在请问 如果说 鸿海真的捐了这个三亿 为什么在合约里面 在这一份合约里面 没有明细 你到底做了哪些东西 这个场馆是多少瓶 那多少展品 你为什么这些费用统统不写 所以是不是 还有台面下的交易 好来 众业说你查过了 所有的收支账款 里头就是没有这个账 其实在这整个 我们看民国99年的 决算里面 完全找不到这一笔金额 从97年到99年 整个接受这个民间 捐赠的金额 平均是两亿 所以完全找不到这一笔 但是刚才在说的 这个三创有没有对价关系 大家要记得 这个三创这个案子 从2008年 一直在进行 这里有一个是98年 所以它是2008年 就开始进行案子 这里有一个 98年5月的东西 98年5月 这个是 好龙斌那个时候 请这个相关的顾问公司 先做一个先起的计划 那这边就讲到了 97年的土地公告限值 就已经有13亿了 那为什么到 到后来是用10亿呢 那好龙斌他是怎样 他是白师吗 他后来这里还好龙斌 如泥 这一年的资料 接下来才有 这所谓的 这每一年都是连续的 所以每一年都在做工 才有这个12个评委 都评出来 是这个鸿海 全部 几乎只有 只有少数的 没有把鸿海 把它评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这鸿海的这个分数 奇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这是每年一直在进行中的 那另外我也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台北市政府 跟鸿海所签的这个备忘录 包括所有的内签 都已经掉出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备忘录里面 这执行的这个细节里面 他说双方同意于本备忘录 订定后成立 参展的专案执行委员会 以推动参展 参展案之 全部的执行的这个事物 他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这个专案的小组 而这个专案小组的成员 是怎样来确定的 是先确定有鸿海 鸿海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之前啊 为什么说柯文哲他上来的时候 他会不习惯 他说怎么鸿海这个财团 把台北市政府 当成一个办事处 我们看这个表 他有一个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里面 先确定两个委员 一个叫做李光璐 李光璐是鸿海的副总裁 陈胜文 这个是郭台铭的特助 他可以管谁呢 他可以管台北市的工作小组 台北市的工作小组 这些成员都还没有确定 这些成员要派任 要透过什么 要透过执行委员会啊 所以这里面 这完全就是一个 到底好农兵 是不是成为郭台铭的小弟 这整个组织的系统 是不是台北市政府 变成了这个鸿海的副总裁 以及郭台铭特助的这个执行委员会 下面的一个办事处 那另外说这个三亿的细节 可不可以查得出来 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查得出来的 在备忘录的这边 有一个专案组织功能的说明 大家看到这一点 有一个单位叫做会计部 会计部是说捐赠的金流规划 单据的核销 所以鸿海里面依照这个整个组织的组成 他应该要有这些资料 所以现在这整个三亿南的发展 接下来是郭台铭你要出来 把这个金流拿出来 把这个单据拿出来 就可以找到三亿跑到哪里去了 但是非常怪 他今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我还要跟郭台铭拿单据 不是台北市政府也应该要有一本账吗 今天不管他是捐钱 捐桌子捐椅子 我跟你说 就是关一个杯子 我们公司一个杯子都在店 对不对 我离职的时候来 关你的杯子在哪里 电脑桌子椅子 那都是公司的资财 所以如果郭台铭真的是 不管是捐钱也好 还是捐一个拐 他总有资财吧 应该是列在资产账策 我们要清点一下 他到底捐了什么 捐了桌子椅子 为什么通通没有呢 如果他是用基金会的名义捐 那基金会的资本额就有三千万 如何能够捐三亿的场馆 我想这都是郭台铭要说清楚 讲明白的 不过嘉宜你因为跟郭台铭 官司交手了十年 你对他非常了解 是 没错 当时你为什么会跟他打官司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答应财讯 我要写一本书 后来我有出了 在这里 在这里 这本书我有出 是 那这本书呢 主要是我又写这本书 我还查了蛮多资料 还特别跑到美国的法院 去查了很多资料 那我发现其中最惊人的 就是鸿海在美国 欺骗大众 他欺骗台湾的股民 我想葛萱姐应该很清楚 台湾的财报 一定要登载 就是在国外的重大诉讼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公司的持股 超过50%的子公司 在海外的重大诉讼 是不是也要登载在年报上 当然 当然 好 那你看到了这么多 好 一页一页翻 好 从鸿海上市到现在 大概有四五十条 我去查了 各个法院 加州 德州 各个法院里面 鸿海都被告 而且呢 各位可以看到 但是我想 这里头有一个 比较模糊的概念 是什么叫重大诉讼 因为重大还是不重大 有的时候是很主观的 对 但是如果是 他的副总变成 诈欺案的被告 算不算重大诉讼 他的副总变成 诈欺案的被告 这个案件 卢松青变成了 诈欺案的被告 然后还包含呢 他在美国被 美国的性别平等委员会 还有种族 被告了种族歧视 也被告了 这个歧视同性恋 那我光讲一个 同性恋的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 我还真的有去找到 这个承办的律师 这个律师呢 就跟我讲说 其实这个案情就很简单 就是员工是同性恋嘛 那因为不堪 鸿海的这个酒厂文化 所以就提出 他没有提出辞呈 他只是宣布就说 他要在家里 跟他的同事 领养一个小孩 然后就被公司解雇了 那这个官司呢 在加州的Orange County打 打到最后呢 鸿海都要赔他 一千多万台币 那你想哦 光是一个这个 被员工告的案子 他就要赔 一千多万美金 你就当台币对不起 那他的赔偿 应该会在他的财报上显现吗 没有啊 对不起 你确定你查过 他的财报没有吗 非常清楚 一条都没有 那我当时就是想说 我既然要出书嘛 那我是把这些东西 都整理起来 全部写出来 那写出来 我就准备要写出来 那后来这件事情 当然财讯我也把大纲 给了财讯 给了出来 是 然后也给了郭台铭 好 那 郭台铭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他就找了一个中间人 就以前鸿海的公关 来找我 他说 老大说 这本书 你不要出 他要跟你买 价格会很高 你最好去把我意外写 那我听了 我当然觉得 莫名其妙 然后就不理他 大概过了一个礼拜 他还真的写了一个 所谓的和解协议书 说帖过来 这个说帖非常精彩 我现在讲的话 应该不会害你们被告 因为这个法院的 陈唐证供里面都有 他怎么写呢 他说 你也知道我们很怕被告 是 大家都很怕被告 从台湾到大陆 他哪一个不告的 还告了英国的 对不对 都告了 那他这个 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都会去很好奇 他说 目前 他就报告总裁说 张嘉宜知道哪些事情 点点点点点 当然也包括这些了 就是他在美国的一些 重要的关系 当然也包括他 当年那个陈同美事情 我也知道 那他就说 张嘉宜知道有很多事情 那总裁 你现在有三个方法 可以解决 第一个方法 黑道 找黑道干掉我 找黑道干掉张嘉宜 一条命两百万 第二条呢 断手断脚五十万 第三条 你去跟张嘉宜买这本书 然后这个价格呢 他定的很高 就杨仁凯定的 那当然 是你定的还是杨仁凯定 杨仁凯定的啊 怎么会是我呢 杨仁凯定的啊 怎么会是我 我当然也不会去写一个 恐吓自己的东西吧 好 可是这个很吊诡的地方是 到了法院 杨仁凯竟然变成我的被告 好 我补充一点 刚你们讲了 刚你们在讲双科 这个串阵啊 或者是这个 就是大家在串供的事情 其实我在这边补充一个 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郭恒民串供 不是第一次啦 当年在我的案子 其实我刚刚有讲过 都会出嫁啦 写这个说题啦 都是杨仁凯做的 对不对 好 但是很有趣的是 当这个案子开庭的时候 开检察官的侦察庭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打过官司哦 呃 这边应该 媒体人应该都打过官司啦 那你说到传票上 是不是都有一个 开庭通知单 是 好 那你到了开庭通知单 是不是要签到 开庭通知单上面会 有哪些人今天被 检察官传讯了嘛 对不对 可是那一天 郭台铭是在贵阳街 检察官第二办公室 接受征讯的 有一个人 不请自来 还签到了 那有人叫杨仁凯 那大家就很清楚嘛 郭台铭带着他去串阵嘛 不是吗 不然 在贵阳街 我不会这么无聊 跑到贵阳街 去等人家开庭嘛 对 所以其实 串供这件事情 对郭台铭来讲 不是第一次 所以我在看双课事情中 当然我会比较有感觉 好 但是你确实 因为恐吓罪而锒铛入狱 你去恐吓了郭台铭 他认为这是恐吓嘛 实际上 我觉得我才是被恐吓的 因为断手断脚 取人性命 A B C给你三条路 你要选哪一个 你当然选C嘛 等到呢 我还找了律师 去领了合约 我到了银行 去签合约 我签完合约 所以你初步是同意的 是不是 同意把书卖给他 不然你要选哪一条路 A B C 所以你在那三条路里头 你选了一条C 那我说那我不写可以吧 然后他说那 Anyway你还是要去签约 因为他签交 所以是外传的一百万 代价是外传的一百万 也不是我定的啊 那个是杨仁凯定的啊 而且最叫调课的地方是 我在这边要很郑重的 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实际上我本人 我需要打电话 给这个中间人的 但是这通电话长达十分钟 岳阳电话 被刑事警察局 真的就被删掉了 我有被监听 我去调了通联 我有通联记录 可是没有译吻 没有监听光碟 为什么 因为这通十分钟的电话 师傅打电话 就给中间人说 我可不可以 不要跟你们签约啊 你们这样等于是恐吓我嘛 整整十分钟 不见了 好 所以也就是说 照你的说法是 他恐吓你 但最后是 你恐吓他而入罪 甚至于 做了八个月了 对 没错 所以到底是谁恐吓谁 其实这也是个罗生 我们搞不清楚了 但是郭台铭告媒体 那倒是真的 在我们圈内 那是有名的 郭台铭告媒体 这件事我们等会再来谈 因为寇寇解过了这些事情 昨天还痛哭失声 不过任俊 这个三亿 有没有给世博馆 跟三亿 有没有给连胜文 其实那是两件事 不因为三亿给了世博馆 就等于 没有给连胜文钱吗 你刚看到 两个民进党议员的态度 包含像 这个郭正亮委员 这个郭台铭这个人 其实在民进党内 是一个很各样的一个事情 在你知道吗 包含202场的东西 包含像三创 民进党其实是 一直在追着 这个郭台铭打 而且一直认为说 他跟着国民党里面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特权 有很多的行为 结果今天这件事情 跳出来 帮郭台铭这个解套的 居然是柯建民 那你对很多民进党人来讲 他也觉得奇怪 当然是2012年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蔡英文其实是有机会 登上总统宝座 吴子佳今天就写 他就说 那在那个状况之下 结果郭台铭 一个台湾的首富 一个做这么多事业的人 却站在这个 这个马英九的旁边 然后强调说什么 九二公式也很重要之类的 然后甚至还讲到说 如果这个国民党败选的话 鸿海可能要撤资之类的 这种有那种延伸性的语言 吴子佳就认为说 那这样子的东西 结果今天柯建民 担任一个立法院的总招 你怎么好像怎么搞到最后 帮的是郭台铭 那是不是要打 柯文哲给郭台铭看 打柯文哲给郭台铭看 这个很有意思 真的柯建民是 打柯文哲给郭台铭看吗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们回到刚刚 三亿到底有没有可能 给了连胜文 或者不是三亿了 是三千万 或者不是三千万了 是三百万 总之到底 我们拿钱给连胜文 这件事情呢 因为连胜文一直没有 公布他的竞选经费 但是呢 我们从很多的蛛丝马鸡 我们就用膝盖想一想 郭台铭不只是挺连胜文 还在大雨中冒着雨 穿着雨衣为他薄命演出 那你认为郭台铭 会不会多少抖那一点呢 吴子佳在今天的文章里面 他写了一个还蛮有趣的 他说在那样 你刚刚讲的滂沱大雨 那郭台铭站在旁边 这样子奋力拉拌 你像画面上面所看到 郭台铭在旁边 一步一虚这样子 那也是跟在这个连胜文的旁边 然后包含选举的时候站台 他用了一个 他说他觉得郭台铭不像是 就是比较像是什么 连胜文身边的小弟 跟着这样子 他用这样一个言论 那当然其实三亿的这件事情 你说如果在选举来看 当然是一件大事 为什么 他已经不是你有沒有申报的问题 他其实是有没有违反 你的那个政治现金的问题 因为那个三亿实在是太庞大 那大家也比较关心 就是说连胜文他们阵宇的里面反应 结果你会看到他的翻译人 前阵宇昨天在这个 上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 一直追问他 他只是在讲说 我们已经跟监察院申报 那等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来谈论 他也不愿意去证实 到底是有或没有 所以这个部分 就会让大家 就引起很多的联想 就是说你已经出力到 这样的程度 郭台铭啊 吴子强就责疑他说 你出力到这种程度 那你说你没有出钱吗 你前面都能够赞助 这个国民党政府这样子 这么多的 这么多地方的建设 你都愿意说 拿三亿出来做事不管 因为其实事博台北管 那件事情三亿 其实也是郭台铭自己说出来 想说别人评估要六亿吗 那我大概三亿就可以做了 好 所以啊 郭台铭 这么努力的生死力竭 力挺连胜文 会指出力不出钱吗 我想这件事情有为常理了 但是柯建民为什么 如果真的如柯建民所说的 就是事博嘛 事博台北管还捐三亿 此三亿非比三亿 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说呢 很多人说 第一时间你可以说啊 什么不可以说清楚 其实你不要讲说柯建民 柯P第一时间不想再讲这件事情 记不记得我们把倒带回去 其实三亿那个事情出来之后 柯柯姐写了之后 柯P第一个时间说 别再问我 别再问了 不要再问了 柯柯姐你不要害我了 对 不太记得 但是那么讲啊 柯P跟老柯 老柯年底如果真的在新竹选立委的话 柯P去站台的时候 一点都不用意外 这两个人不会感情不好 但是有个关键 柯P比较不会说谎 所以你知道前一天那个见面 柯P该讲什么讲什么 事情要怎么把它圆起来 这就是老柯的本事 老柯是很厉害的一个人 那么讲 不晓得那个 柯P记不记得以前我带的一条歌 那个告别人的年代 白色的啊 蓝色的 无色的你啊 那个 老柯就这样 他这道理民进党 我们应该讲是绿色的 对不对 老柯的身上 就是蓝色的 白色的 红色的 橘色的 棕色 棕色是台脸 那还有黑色的 各种颜色 他身上都有 他就好像那个彩虹一样 你知道吗 红尘黄绿蓝电子 那些三个人都有 他 他的人脉 是如此的宽广 所以 老柯最会有什么样的事情 像遇到这种事情 别人很难处理的时候 老柯就有本事 收拾的收拾的 收拾到来 大家都没了 所以 是不是因为老柯的个性 比较八面玲珑 他谁都不想得罪 所以第一时间他不肯讲 这个已经不是八面玲珑可以形容 我跟你讲 这叫智慧 这是政治智慧 这是32面玲珑 对不对 光是有的人叫玲珑 我说老柯这叫政治智慧 我举一个例子 让郑亮 你几位都在讲 民进党的派系问题一直很严重 是 你这么讲 所有人都知道 派系没办法被消灭的 可是民进党三不五十 每到一个时段 就会跑出来说 要解散派系 老柯就讲 派系又不是八大行业 为什么要地下化 就是说 你消灭派系这些事情 事实上做不到 所以只是把台面上的事情 变成地下化 可是老柯的语言很妙 他说民进党的派系又不是八大行业 你又不是在开机会 见不得人 为什么要地下化 讲他这个就是老柯的语言 这是他的魅力 他用八大行业形容 这个派系的问题 完全非常贴切 涂显到民进党的问题 可是呢 你在看老柯这个人的时候 为什么说 他 他真的是 我说他有政治智慧 老柯当然有争议 可是 老柯有民进党里面 多数人没有能力 我记得老柯以前 我们现在叫老柯是永远的总招 实在以前不是 以前立法院总招是人流的 老柯当然当的次数有多一点 可是他不是永远的总招 一直到阿扁当总统以后 老柯才是开始变成永远的总招 所以老柯永远是挺阿扁的 这不用怀疑 好 他当了永远的总招之后 刚才讲的 新潮流不服气 小段他们都想要挑战老柯 可是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 替老柯讲一句话 而且让新潮的人压口无言 那这个时候是奶公 无奈人跳出来 他把所有新潮的立委 叫到办公室 然后对着柯捷明说 你们哪一个 可以向老柯 让国民党的立委 国民党的立委 因为来与对抗很严重 让国民党的立委 能够 能够对国民党的立委 弯腰 然后能够打成协商 你们谁做得到 你就把他干掉 新潮的立委 那时候大概有 没有人做得到 所以老柯不是说 不是说你关系够 不是 他腰很软 他还有想法 所以帮老柯党内 茶壶里风暴的是国内人 这个我要补充他一下 每个委员会在开 老柯他每一个委员会 都会去看 都会去盯所有的议题 朝野协商 从头到尾 每一个议题 他都是从头做到尾的 这个也是一种本事 从头做到 所以你想想看 他白天在委员会可以这样跑 晚上他还可以 冷暖应修 交朋友 这不是几个人 没有几个立委做得到的 要身体很好 多那么讲 我最后用一个例子 去讲老柯这个人 老柯娶媳妇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是 新竹开凉场 在烟波 然后在国宾 地方上的人 然后台北在军阅 那当然那都是 打官险要 但是为什么会请那么多呢 因为他朋友多 你现在看到这个 好 话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柯建明 刷新部 席开 240桌 你就可以想见他的 政商人脉 心服两场 加台北这一场 240 听说台北那一场是 主席 董事长 加总裁 比如说 你像什么吴东亮这些 你想都想不到的人 他都到了 包括连世文都送花了 就是说他打破蓝绿 但是打破蓝绿不稀奇 为什么 你知道 我现在手上拿的是一张名片 就是张嘉宁的名片 老柯最厉害是什么 为什么可以请到那么多人 就是说 每一张名片 他自己收得好好的 但是呢 只有老柯知道说 这张名片 跟老柯是什么关系 每一张名片 对他来讲 都是一个故事 简单讲 你都去拜托过他 老柯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他的立法院这个办公室 是两层的 三楼四楼 三楼里面有大的小的 还有这个公开的 这个会议室 有一种这个 人坐在 当他休蛋 当他在那边喝茶水 老柯那个就跟他在订议场一样 他是同时一个人 要在三四间三四个间房间跑 为什么 所以他还要转台就对了 对他在做他的服务 然后你像跟 跟那个郭台铭 记不记得 那个太阳花旋律的时候 忽然间有一天 他被陈根德跟吴家臣 钾到郭台铭的 那个土神总部 两个老男人 就在那个地方 谈了 谈了一个下午的关公 你说谁 老柯跟郭台铭啊 老柯跟郭台铭谈关公 郭台铭就是透过陈根德他们 就把老柯找来 所以郭台铭也在把他的影响力 在往绿军这边 太阳花的时候 要收尾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子 这样在做 所以你说老柯会不会让 让郭台铭难做人 不会 那三爷要怎么办 当然就往四 上海四国跑 好 所以老柯据说 你曾经说过 他找人头的手法 亥元听闻啊 这个事实上是 你用亥元听闻就是这个字 这个是党内的竞争 那个是2013年4月 那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到 因为我们那个入党 上面有推荐人 外面一大堆卡 多多是柯建林 一大堆 那我们算了 那个站在外面的卡 超过一万张 超过一万张 那是2014年6月 就5月了 要选党主席 坦白说我也坦白 我是支持蔡英文 那他是自书生参 那可是他那个时候的入党 那你为什么用 亥元听闻四个字呢 他那个 因为他结合了 各式各样的力量 是 那因为我 我本身也选过大鹏 一些地方的角头 我也认识嘛 那事实上后来也传出 他在澳门也去见 就是罗浮柱嘛 所以他是透过一些 黑道以及角头的力量 去找党员 那事实上 他就说 他的助理是要选新北市嘛 你如果是入新北市的党员 那大家无话可说 他不是耶 他很多都是入小的党部 比如说入花莲 入台东 入基隆 那就是一副 要把那个整个地方吃掉了 那就可以垄断提名 这个事实上新新闻最了解 因为新新闻是爆料基隆市 是类似阻挡的主要的源头 那因为 七新闻爆料基隆市 还没有变成大新闻 我出来去记者 回来的时候变大新闻 事实上最熟的应该是东豪 好思议 老柯有可能是因为 他个性八面玲珑 有可能是因为 他跟郭台铭交好 有可能因为 他跟柯P已经商量好 要演一出戏 在昨天开了一场 非常罕见的记者会 很多人的说法是 老柯不敢得罪郭台铭 就像我们刚开始想说 吴子佳说 老柯是怎么样 是打柯P给郭台铭看 那如果真的如此 他为什么不敢得罪郭台铭呢 我觉得郭台铭不敢得罪 是因为他在台湾的警戒 还有法界 他非常的有势力 你们看这一次他用的律师 刚刚严廷玉玉玉玉玉玉玉的爸爸是谁 严世喜 警政署长也 郭台铭的爸爸 他本来就是警戒的高官 他是刑事职察局退休的 所以他对警戒的关系非常好 包括我们现在刚卸任的王卓军 也是他的好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王卓军的爸爸叫王鲁乔 王鲁乔以前呢 就是郭台铭他爸爸的长官 所以他们两家是世代交好的关系 这个在警戒就不错了 那在法界 给大家看一个 这是我刚刚手上拿到 其实在台湾 你跟郭台铭打官司 真的很难打赢 据说他的律师团比他的法务人员 比那个大型的律师事务所的人还多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案子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很有趣 是一个鸿海的周兵厂商去爆料的 然后他告群创里面的一个高官 就是盗卖 也不算盗卖 就是见价卖出这些原料 那后来呢 北检在3月20号做成天节 这个案子很有趣的是 我要告诉大家是 这个案子他可以指定检察官 你确定他指定检察官吗 你怎么知道他指定检察官 因为我有他的传票 传票呢 这个检察官叫做谢奇梦 这个检察官也是办 你记不记得红海之前 他有说他有 他们公司不是有一个 很有名的贪污案吗 你记不记得 是 这个贪污案的这个主办 就是内鬼嘛 员工 对内鬼 那个内鬼 我还记得我当年还看过他 抽到红海的股票 3000多万吧 好那这个内鬼呢 这个案件的主办 就是那个北检的检察官谢奇梦 这个案子很有趣 这个爆料人呢 他就到了红海的股东大会 去找指名找黄秋莲 就他们的财务长 黄秋莲说 我现在知道你们公司 有什么什么什么案子 那我要报 然后黄秋莲说 好那我帮你联络公司的法务 然后公司的法务呢 很有趣 带这个举报人 去北检找这个检察官 所以全台湾 大概只有红海 郭台铭有这个能耐 可以指定检察官办 那你认识这个举报人吗 我认识 所以当时这个群创 这个案子 其实媒体好像没有 透露过这个案子 可可姐有提过 可可姐已经来了 可可姐有提过 这个案子现在不信 也被我言中 应该就是签结了 那这个案子呢 就是我当时 这个可可姐有提过 就是当时他不是说 这个群创还在 被人家告被信吗 是 这个案子 好就是这个案子 他现在签结了 所以郭台铭能够 左右司法能耐 我觉得不是大家 可以想象的那个范围 所以包括他在警戒 所以包括他在法界 还有这么多的律师团 其实他除了有关系 还有专业 所以你要跟他打官司 除非你事实确凿 不然检察官都会作弊 法官都会作弊 坦白讲是这样子 好 嘉宜你在录影之前 你曾经说 郭台铭财大气出 不只是在警戒 在司法界 在金融圈 他的影响力也很大 也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不敢惹他 你的根据是什么 金融圈的影响力很大 是因为他借太多钱了 大家记忆犹新 就是大概在 差不多几个月之前 有人就是揭发刷说 他大概在台湾 借了六千多亿 那其实我刚刚讲一个 我刚补充一个东西 连家的东西 连家当然是 勇工金的股东 大家都知道 那我觉得很吊诡的是 他每一次 郭台铭 郭台铭做任何动作 其实都有目的的 包括他在20 他上一次选举 他挺的 国民党 在跑到澎湖去助选 记不记得 然后跟邱毅去助选 记不记得 那一次选完 他获得什么好处呢 齐美店 获得展颜 的连带获得展颜 一选完 马上获得展颜 所以他是有目的的 那这一次选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选完之后 九合一 国民党那很惨败 那当然他是挺连的 然后呢 三月 马上选完 对不对 齐美的六 齐美现在改名叫群创 是 群创的六百五十亿连带 又过关了 所以他每一次 他做任何动作 都是要获得背后的利益 我相信大家 一定要看这件事情 你认为郭台铭 在政治上的力挺 不管他是支持哪一个 候选人或站台 这些政治动作 是为了让他的连带 能够过关 是 因为在台湾其实 再多不愁嘛 他借了六千多亿 你想如果他还不出来的话 台湾的银行 有没有办法去承受 这么大的金融风暴 我想是没有办法的 那也只有台湾 可以有这么低的价格 那你的研盘积据 是因为时间点的巧合吗 还是 其实还有一点很有趣的 你知道群创的 因为家太薄弱了 群创的连带里面 还有一家银行 叫永峰 永峰的大股东是谁啊 连家嘛 所以呢 他捐款给连胜文三亿 他的公司可以获得永峰的连带 你觉得这是不是好